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看点连环雷 专网通信大骗局继续发酵 又有A股董事长失联 被公安调查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YouTube的频道 请一定要按下订阅和通知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的新资讯了 A股专网通信大骗局继续发酵 8月13日晚间 又多了一个董事长失联了 宏达新财 时扣任董事长疑似失联 8月13日宏达新财公告 于8月12日晚19时 接到自称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电话 通知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新目前已被 桂林市公安局立案调查具体案件情况不便透露 相关立案文书已通过邮寄方式送达 不过公告称2021年8月13日 经杨新先生配偶致电核实 对方回复称 相关立案文书已通过挂号信刑事余期 月19日左右 发往杨新先生身份证记载 地山东水某地址 后经杨新先生配偶确认 该地址未收到任何相关文书 截止目前 公司杨新先生配偶 及其他公司 可取得联系的 杨新先生亲友 只尚未收到相关司法文书 公司自2021年8月12日下午起 至本公告披露前 通过各种渠道多次联系杨新先生 但均未取得有效联系 公司账务其他有效途径 确认相关情况是否属实 若后继公司核实上述情况属实 不排除可能对公司部分业务安排 及董事会 股东大会运作产生短暂风险 跟住我 你会知道更多 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右下角点订阅 宏达新材官网显示 公司成立于1992年 是国内较早涉足高温硅橡胶的企业之一 2008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成功发行上市 2019年公司借助新的控股股东的 优质资源与新技术 依托实控人 在专网通信及信息安全领域的市场 积累与产业化能力 开始探索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 2019年2月 公司布局信息安全与量子通信技术 成立上海红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同年9月 公司收购上海官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研发生产 特种通信系统 通信网关等高科技 通讯系统 集成电路板 打通专网通信 及信息安全领域的上下有产业链 红柱与官方 作为公司主营业务战略转型的先驱 为公司在专网通讯和信息安全领域 打下坚实基础 此前 红达新才回复深交所关注函 就是控人阳新控制的 宁波洪资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洪资 与随田利控制的 宁波新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新地通 在工商注册时 使用同一邮箱棘手机号 且办公地点 处于同一栋楼等问题 进行了回复 最近A股市场 最受关注的一件大事 无疑是随田利控制下的 多个公司与各大上市公司 建的专网通信业务 波雷事件 此前报道 千亿专网通信 迷案主角 随田利被警方侦查 15家上市公司卷入 而宏达新才早在6月1日 也披露过在 通讯领域爆雷事项 对于交易所的质疑 宏达新才回应称 新公司核查 上海新地通 江苏新地通 深圳天通 新一带专网 4家公司 亦公司信息通讯设备 业务涉及的合同 订单对应的主要客户 双方之间 系正常业务往来关系 且与该4家公司交易额 占上市公司总交易额较小 上市公司 对该4家公司 未形成利益倾斜 也不存在其他构成上是公司关联法人的情况 其中 宁波洪资设立时 细经与宁波眉山宝税港区 当地管理委员会招商部门沟通后 通过中介代办注册手续 关于宁波洪资与随田利控股的宁波新地通 在工商系统中显示的同一邮箱棘手机号 接近宁波洪资财务人员所拥用 因宁波新地通成立前期 在宁波当地未聘请员工 且宁波洪资该员工 对工商事务较为熟悉 基于公司法人间的业务合作关系 宁波新地通请宁波洪资在当地代办 申报工商年报事宜 宁波洪资领导杨新指派该员工 协助办理工商事务 由于申报工商年报 需要提交手机印证码等信息 该员工留下了其个人的手机和邮箱 故而导致宁波洪资与宁波新地通 在工商系统内 留下同一邮箱及手机号 宏达新载称经核查 该员工本人与宁波新地通不存在 劳动合同或劳务关系 与随田利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关于宁波洪资与随田利控股的 宁波新地通办公 地点处于同一栋楼 宁波洪资称 据其所知 所有在眉山当地注册的公司 注册地址都是由眉山管委会 统一提供 租赁合同由宁波眉山管委会 统一提供 且多数公司通过代理代办的方式 进行注册 因此很多注册在眉山的公司 注册地 接在眉山 大道商务中心 11号办公楼 900亿专网通信大片局 随田利操刀 设多加上市公司 专网通信业务 是近期搅动A股市场 最大的黑天鹅 自5月30日上海电器 自曝百亿损失风险后 宏达新财 瑞斯康达等A股上市公司 纷纷披露类似 业务产生重大损失的风险 这些上市公司都陷入了一个 有神秘人 随田利打造 并以专网通信业务为耳的局 在这个专网通信局中 上述上市公司累计涉及的风险 金额已达约250亿元 这些暴雷有诸多共性 出事的 上市公司多有国资背景 专网通信 是多数公司在近年新增的业务 他们主要处在产业链中油 做的是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 都采用以销定产模式 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 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 这些公司向上游供应商提前一次性支付 70% 100%通讯设备款 但只收取下游客户10%的预付款 近期供应商突然不供货 下游的客户要么拿了货 不支付剩余款项 要么不准备提货中油企业出现坏账 专网通信 是指为专业用户 提供无线网络通信服务 多应用于军队政府警察 铁路电力机场水利 等要求保证安全保密 和网络稳定的客户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我国专网通信发展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但近年来 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 业态的广泛应用专网通信 有诸多政策利好 尤其是2017、2018年 产业下游需求增多 爆雷的多家上市公司 也在这个时间段前后开始 发展专网通信业务 8月2日 隋田力实际控制的新300 挂牌公司 海高通信终于成人 自今年7月底开始失联的 实际控制人之一 隋田力目前应涉及案件 正在被公安机关侦查之中 8月5日晚上是公司上海电企 发布公告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黄欧先生于当日不幸逝世 而7月27日 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郑建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上海市纪委监委纪录审查 和监察调查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一位坚信黄欧家属的人士称 7月30日 黄欧曾隔腕自杀 索性抢救及时 5日早上 在其妻子送孩子上学期间 黄欧又一次选择 以跳楼结束生命 该人士介绍 黄欧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人 工作之余喜欢读书 事发前 她曾经向妻子透露 工作上正面临压力 但未细说详情 这期讲到这 想了解更多 右下角点订阅